三條分立 你們在那裏那麼辛苦 我都要等你們調一下差的意思 想我講甚麼 其實三條分立到底是什麽的定義呢 我想在每一個制度裏面都有不同的 西方國家有他們的那種三條分立 當年香港未回歸 鄧小平先生都已經說了 香港是不會走西方的那種模式的三條分立 所以你們各位看到 在香港的基本法裏面 是有很清晰的一個講出來 整個你看那個基本法 他那個做法就是這樣 一開始就先講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在香港來說 他是最高的首長 接下來就是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 你看看基本法你就知道 那種安排呢 其實就是一直都是這樣的 基鵬飛先生在他 將基本法提交給 當年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的時候 然後呢 基鵬飛主任呢 在雪門那裏也都講明 香港呢 就是行政主導 但是呢 和其他那些建制裏面的機構呢 即是立法會 司法機關 就相互制衡相互配合 相互配合 那好了 那即是我們這個三權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三權呢 是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說叫它三權分支 或者三權分東 但是大家最關心的呢 其實就是 那我們香港還是不是司法獨立呢 那大家才要講清楚 什麼叫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呢 就是說 當我們如果有一個案件 在法院裏面審訊的時候 那位負責審裁的法官 是不會受到任何外來勢的影響 如果特區政府啊 或者社會上有勢力 有影響力的日詞 它是不會的 它是不偏不以公正 公開 那它按照那個案情 來作出它的裁決 那如果它這個裁決 律政司處覺得是不同意的 那它有上訴的渠道 那它一路可以上訴到終審法院 那其實這些一切呢 在一個基本法裏面 都已經講清楚 所以其實大家在這裏說 是不是三平分立啊 如果沒有三平分立呢 那香港 是不是那些投資者會擔心啊 其實根本又不是說同一樣東西 投資者擔不擔心呢 你就要看回 基本法裏面 交給這個 這個 司法方面的權力 它的工作的範圍 那我們 香港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在很多其他地方呢 有些投資者不放心 就怕著 法院在判決的時候 會幫政府嘛 就是 你現在都看到了 有些在西方國家 有些地方呢 那你去告個政府 你證書的機會就比較沒有 那香港不是這樣 一路都不是這樣 一路都是會有 司法 不獨立 就是獨立地離審案 不受任何外來的影響力 來干預 所以你們可以就是這樣解釋的 香港的三條分立 就是西方國家的那一套 其實是三條分立 其實是三條分立 就是三條分立 就是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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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事情 西方不能夠三條分立 那理由就是 因為三條分立 是西方國家的那一套 現在我們在講 現在香港很多人在講的 三條分立 是西方國家的那一套 所以他們呢 就是 是誤解了 這個三條分立 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是按照《基本法》給他的職責 和權力去做他的工作 但是當你說 我們是要西方那套的三條分立 那我就剛剛一開始跟你講 鄧小平先生 在未有《基本法》之前都已經講了 香港是不會跟西方國家的三條分立 所以在有些人的想法裏面 那個三條分立就是西方國家那一套 所以說香港就是三條分公 三條分治 其實我們不需要理他那些詞句 是怎樣說 那句說話 那個詞語 最重要就是 如果我有事要去法院 那法院會不會受到政府 或者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士 所左右 在香港呢 我很有信心的說一句 我們的法院呢 是不會受這些外來影響力 所左右的 我告訴你 我沒有說《基本法》 如果你剛剛聽清楚我講的 我就是說《基鵬飛》主任說的說明那裡 是有這個意思在裏面 《基本法》裏面是沒有的 《基本法》裏面也沒有三條分立的 所以很多事情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很多人給我們很多意見 給我們很多解說 那些人因為他在社會上 或者他本身是專業的 那我們就相信他 但事實上很多時候 我們是不知道 大家是講不同的事物的 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就講清楚 因為三條分立一般都是西方國家用的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講清楚 我們香港其實是怎樣的 那就是回歸《基本法》 這樣解釋而已 好嗎 有些民主黨之外 那些民主黨的民主黨 民主黨的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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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行政長官 他是我們香港最高領導人 如果你不要 for what of a better word 他同時也是領導的行政機關 但是在我們香港的建制裏面 就有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這三個機關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做 各自的職責 亦都有各自的權力 立法會的權力 我想大家不需要我多講 政府的一些法案 或者撥款的建議 必須要通過立法會 甚至大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都要在行政長官委任他之前 都要通過立法會不反對 這些呢 一直這麼多年都是這樣做的 亦都沒有出過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你可以放心 但是行政長官 是香港最高的領導 所以他不只是 即是整個特區做得好 他也是做得好 整個特區出問題 他就要想辦法去舒緩 去解決 因為我個人覺得 我們在教育那裏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學校裏面 很多時候 那些同學 那些年輕人 是接收到一些錯誤的信息 引致他們覺得違法達義是對的 只要你自己覺得做得對 違法犯法不要緊的 甚至有人講過 坐牢的人生精彩的人生 這些全部是不對的 是錯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去想辦法去 去抓回那些教育回來 米月師 米月師 如果答上他的問題 你不用這樣打 kell有你的反應 那 所以就要這樣做 要講清楚 即有的時候講清楚一些事情 給大家聽 初一聽的時候 可能你是很不喜歡的 你亦都會覺得 我們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有什麼理由你現在這麼說 那很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們這麼多年 我都有責任 我們這麼多年做得不好 現在就講清楚 講清楚之後 我相信我們香港人都是 應該是怎樣 就是怎樣怎樣 是你這樣講 教科書怎麼寫 這個不是我本人的職責範圍 我現在是退休人士 一個老人家 所以教科書怎麼寫 給楊潤雄局長他們 他的責任重大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如果你不講清楚 什麼叫做三權分立 這個概念 而隨意來寫三權分立 我作為教師也好 作為同學也好 我就一定是想西方那一套的三權分立 這個就是不對的 因為基本法都 這個和國家的國策也不對 基本法未曾通過支持 鄧小平先生都已經講了 香港是不會學西方的三權分立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大家可以用平常心來看 就是以前我們可能認識不夠 可能也都大家講的 我講的三權分立 和你說的三權分立是兩回事來的 不如今次就搞清楚他 以後大家沒有誤會 但是一定要講一句給大家聽 絕對不會影響我們的司法動立 其實政府就不需要講這些事情的 本來政府不用講 總而言之政府做事和我們這些立法機構也好 司法機構也好做事 我們就嚴謹地按照《基本法》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可能這麼多年來大家就沒有什麼注意 發覺原來很多一些的名詞好像三權分立 其實是沒有清楚地去界定過的 即是沒有什麼definition 只是一個concept 而這個concept 人人講的都不同 所以與其是這樣就講清楚它 香港其實是沒有這個西方式的三權分立的 我們香港是三個 在建制裏面 三個機構是各自有自己的職責 而且互相之間是有所制衡的 好了 各位多謝你們 拜拜 !